敬愛的各位老師 還有各位調整師 還有各位師兄師姐們 晚上好 我是這一屆第二屆的新會員 在老師第一天晚上叫我們說 如果你停廟的話 你應該雙手放在下午這邊調 第一天晚上回家 我就很認真的用心的調 可是好像沒什麼效 我有一點點失望 可是我沒有放棄 第二天晚上 我的朋友借給我 只是起來一次而已 我很開心 進步了 然後接下來 因為我今天我五點半就起來 我要幫我以前的吃他團體籌款 就是青南村今天的募款日 然後我在要回之前 我碰到兩位老人家 他們走得太累了 因為觀一旦就到了 很多人都會來 祭拜萬世音菩薩 所以很多老人家都來了 我看到這兩位老人家 他們走得 腳真的很痛了 我在想 老師每次說 機會來了 機會來了 我就把握這個機會 但是有 我考慮到 那老人家可能要急著回家 或者還要去買東西 所以我只 設了十分鐘 幫他們調 結果他們調完十分鐘之後 他們可以比較輕鬆的走了 然後我跟他們介紹說 下次你們可以去青南村 調時間是什麼時候 然後星期三的早上 他們也答應了 他們也很開心的回家了 謝謝 謝謝 謝謝